此老者正是南宫玉庆和谭云大婚之日 降临谭府的段苍天 正是此人给谭云强行服下试魂忘情丹 让谭云移往南宫玉庆之后 又将南宫玉庆带走 同时也是他在南宫玉庆父皇指示下 给南宫玉庆抹出了记忆 他冲着南宫玉庆恭敬抱拳 老奴见过公主 不知公主深夜前来有何吩咐 公主 您这是怎么了 告诉老奴 是谁欺负你了 老奴给您出气去 看着南宫玉庆不断落泪 段苍天白眉一斗 南宫玉庆像是找到了可以依靠之人 顿时开始发泄心中委屈 段爷爷 我 我喜欢上了一个人 可是师父不让我和他接触 公主 您先别哭 有什么话 您坐下慢慢和老奴说 段爷爷 我喜欢上一个名叫谭云的弟子 可是 谭云在之前永恒之地试炼时 杀了很多神魂先公弟子 再加上他身份地位不如我 师父就不允许我和他交往 段爷爷 师父还说 想把我和谭云的事告诉父皇 说以父皇的性格 他一定会把谭云杀死的 段爷爷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我该怎么办 公主 您先别着急 老奴给您想办法 嗯 在我记忆里 您最疼我 段爷爷 我就知道您会帮我的 那当然 老奴一定帮您 公主 能否让老奴看看谭云的模样 老奴很好奇 究竟这谭云长得是何模样 会让您清新 好 南宫玉琴说着 一碰灵力在身前 幻化出谭云的模样 在看到谭云的瞬间 段苍天的眼神中 掠过一抹杀意 公主 眼神了 您先回去歇歇 老奴这就即刻动身 前往南宫朝圣 亲自向您父皇 给您求情 段爷爷 您对玉琴真的太好了 那当然 老奴可是一直看着您长大的 自然对您好了 公主 您快去歇息吧 好 那我等段爷爷的好消息 南宫玉琴带着七许 开开心心离开了楼阁 段苍天迈出楼阁 见南宫玉琴走远之后 一股杀气自体内澎湃而出 将山谷内一块块巨石轰然化作鸡粉 何方鼠被窥视老朽 给老朽滚出来 段老 是我 原来是诸葛公主 方才多有冒犯 还请多多包涵 无妨 段老 方才玉琴和你说的话 本公主也听到了 你和老公主也是老交情了 难道你真要帮玉琴向他父皇求情 让谭云和他发展下去 不会 当然不会 诸葛公主 有些事 是时候让你知道了 请随老朽来 段苍天转身 便勾楼身子迈进阁楼之内 诸葛宇皱了皱眉头 但两人相继落座之后 诸葛宇这才疑惑开口 段老 你想说什么 老朽想说的 自然是谭云 你不是一直很想知道 公主为何会有心病吗 那老朽今日便告诉你 段老请讲 老朽给你讲个故事 你便明白了 随后 段苍天便将曾经 将正与谭云成亲的南宫玉琴 带走之事 告诉了诸葛宇 唉 后来我带着长公主返回南宫朝圣后 圣主又让我给长公主抹去了记忆 可是哪曾想 长公主对谭云的情 着实太深了 纵使失去了记忆 还落下了心病 这个谭云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当初段老你就应该杀了他 段老 你接下来打算如何处理此事 要不杀了谭云 杀谭云是小 若因杀死谭云 而让长公主心病无法根治 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古儿老朽 现在回一趟南宫圣朝 将此事禀明圣主 圣主要杀 谭云自然要死 段老 你看这样如何 不如你暂时不回南宫圣朝 待诸神战场失恋结束后 本公主陪你去一趟圣朝 哦 当然 还有汝燕宗主 汝燕少主 届时 把沁儿和汝燕少主的婚事定下来 如何 可以 半个时辰后 湖畔旁 正盘膝而坐 闭目心事重重的谭云 耳旁忽然传来一道嘲讽 咦 这不是皇府圣宗的道友们吗 怎么这么晚了 也不会茅舍歇息啊 难不成 茅舍内 香气太浓了 哈哈哈哈哈哈 声音有些熟悉 谭云徐徐睁开双眸的瞬间 眼眸中一摩阴质一伤而逝 但见汝燕臣带着二男一女 正在不远处讥笑地望着自己 木梦已忠无师摇几人 身形一扇出现在谭云身侧 目录不善盯着汝燕臣 这么多美女啊 汝燕臣一愣 望着几人的眼神里 忽然浮现出一丝丝银邪之色 谭云见状一股怒意自心间正腾而起 月色下他瞬间消失出现在三百丈之外 右手画爪朝毫无防备的汝燕臣脖子抓去 汝燕臣哪曾想到谭云说动手便动手 待想躲时 谭云的五指已经紧紧掐住了他的脖子 别乱动 否则一不小心把你脖子拧断了 可别怪老子 这时 汝燕臣身后众人 顾不上震惊谭云的速度 皆神面色骤变 谭云 放开我们少主 谭云 这是在神魂仙功 容不得你乱来 你若敢伤害我们少主一根寒猫 后果你担当不起